團費還貴 大家想看看這有可能嗎 你出國 比如說你去日本北海道算 你的團費五萬塊 結果每個人都不會超過六萬塊的鮭魚回來 你覺得這有可能嗎 一兩個有可能我相信 少數 對 你不可能每個人都買得比團費貴 大家覺得說這樣的謊言 但是我們的政府很敢說 他現在用於強勢媒體在大力的放送 不好意思 英文 一個人平均買三十幾萬 我們很好玩 對 你知道那飛機 吃電工室 七四七的好了 坐四百的人 你只要面前幾個鳳梨師 上千盒 萬盒 萬盒 四百乘以 對喔 一萬兩千盒 一萬兩千盒 那這樣錢是不是 後面再拖一個貨櫃 不是最難過吧 這大家叫 坐完機 如果超過十公斤 要多收錢 多收錢 所以我感覺馬總統在說他媒體弱勢 我不是 馬英九是人家說媒體弱智 因為他在說什麼 所有的媒體都照單全收 鳳梨書就是最簡單的例子 你寫這個新聞的記者 為什麼不去算一算 這個是噴雞鬼 噴雞像過頭的 舊班也一樣 馬英九說他要做舊班的總統 結果我們去舊班 去問這個漁民 原來是怎麼舊班 要介紹那麼好 因為八八豐災 魚苗 現在比較少 所以漁舊 介紹當然就高 這個舊班 當然是這樣來的 米酒也一樣 米酒一開始說 這就是民進黨下的米酒 要去找民進黨選擇 是他跟他介紹一樣 結果我們查查 結果原來是WTO 當時各民都在說 所以我覺得 他是料準了說媒體的弱智 你說你們這麼白癡就厭頭了 所以每天都告訴你 每天都告訴你 你不然你算不然你算不然 還是說好家在說 大化人家多減吃百元 不然你算 這個真的是好 怎麼說吃百元 不是啦 感謝我們小學老師 數學算數有教 不然現在不能讀 你知道嗎 來 拍給徐老師 我覺得 委員真的講得好 什麼叫弱勢 什麼叫強勢 我們挑戰你就叫強勢 你質疑一下鳳梨書 有可能每人買這麼多盒 明天就跟你講強勢 我們說講什麼 問他說 那個藍美彭其菊 有可能那麼貴嗎 弘以最後是什麼 告 告 可是有沒有是貪污 有沒有貪污被告 有啊 最後還有一個人 沒辦法去當副市長 弘以這個叫強勢媒體 這是媒體的責任該做的 今天這些媒體還不問吳院長說 吳院長請問 不講X的講媽 那請講一句給大家聽聽看 弘以這可以當頭條耶 對 讓大家知道一下國學造義是怎樣 這媒體不敢問 所以這要弱勢 我覺得 陳希邁委員講得好 你如果要當弱智的媒體 完全不挑戰當權責 那你當然是這個下場 弘以有人會去注意這個是 有啦 當他講說我只算過兩次命 弘以今天變頭 大家都在討論說 真的只有兩次嗎 每個算命出來講說 我這邊就兩次了耶 來 再看 這是中國是五次了 說 他禮拜五有做 禮拜六有做 流血接入客 團費一天25塊美金 他現在欠台灣人欠多少你知道嗎 超過50億吧 所以一拖啊 中國客人付1萬人民幣 等於快4萬5的台幣喔 對 台灣業者說拿不到1萬台幣耶 可憐耶 多數都進了中國主團社的口袋 就是都中國人欠的耶 如果沒有購物粗用 等於是做賠本生意啊 你知道他們團費嗎 一拖給我們拖多久 五五月 現在還欠多少 超過五十億 台灣人真的有欠到嗎 我想請問台灣人真的有欠到嗎 蔡大哥 台灣人也沒有欠到啦 但是這篇報導 由中國時報來寫 特別傳神 大家知道中國時報自己有旅行社 我想顯然在接 這個所謂中國觀光客的過程中 一定吃了很多的虧啦 那我要強調說 馬英九一直在強調他媒體弱勢 我今天請教各位 水果消中那時候說得沸沸揚揚 好 說得這樣 沒哪有呢 請問弱勢嗎 他講說 喔 我不出賣台灣的主權 我只出賣台灣的水果 結果 台灣的巴勒什麼水果 倒下去那水桿一大堆 這又又弱勢喔 另外他說觀光客 觀光客照理講 現在每天要1萬人還不是 已經是兩三年的時間了 到現在為止根本沒有 魚仙蔬果當天上桌 通通沒有弱勢 其實我覺得最嚴重的 現在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所有的事情 都是掌控在中國了 其實吳敦義為什麼說 大選前要低調 觀光客大選前為什麼要低調 那顯然觀光客是可以受控制的啊 要高調就高調 要低調就低調 但是這個部分是 吳敦義在控制的嗎 我認為這個部分是中國在控制的 就好像之前也有很多來賓說 台灣現在像水龍頭一樣 被這個中國控制住 那水龍頭是要喝的 喝的水耶 如果大家把那個該喝的水 該喝的時候 想喝的時候把它關起來 水龍頭關起來怎麼辦 結果水龍頭開關 竟然不是我們在控制啊 是 大家再看喔 你知道 有人去舉發秦日欣的事情嗎 對 那是一個外交部會計 會計 叫做降機 注意看看 外交部是這樣處理的 說前 外交部北美司前司長 有說秦日欣洪酒案被判六個月啊 說其實真正不公平的是 揭發這件事情的會計人員 被調到其他當部門去當收發 做為對吹口哨者的處罰啦 他有處有冤無處身 至今仍未恢復原有工作 舉發秦日欣不是要記公嗎 請教你們 說實在 這個事情 如果不是今天江春蘭下傳 全國可能沒人知道 是 我相信江春蘭是因為他以前 在國安系統帶過 所以外交部有人看不過了 告訴我 我覺得這件事非常可惡 會計人員是很專業很專業的 在公務體系裡面是非常專業的 因為會計 他不只說高考要及格 你還有會計的專業 你才可以當會計人員 他這個會計 他在和銷的時候發現說 這條不對 去他檢記 他檢記也不是對面的 對 他是去把外交部巡內部機制去檢舉 結果檢記現在把他調去做收發 處罰 對 把處罰 這樣還是什麼人敢去檢記 可是我覺得這很符合這個政府的形式 桃園那個地鐵促進會有沒有 去把外交拿招牌 看他說總統救命 起訴 三個起訴 是 這個檢記秦日欣 你把家仇 這個還不是外揚 是把家仇講出來 調去做收發 我看今天如果不是江春蘭寫出來 這個人搞不好連收發都做不了 搞不好調去當公友 來來 我跟補償剛才兩方說的 在公務系統裡面 人事會計是一條邊 對 他基本上不受那個主管的影響 他只受會計主管的影響 你那個單位主管 有時候還動不了會計 這就叫做他會計獨立 人事獨立的一條邊 我想不到為什麼這個會計人員會被調 難道是連會計單位都被黑手伸進去 對不對 外交部的部長說要調他的會計主任 都很難調得動 不是 如果剛才有一個正職的 來幫你查你黑白的 你就調走 那就永遠不會獨立 所以他不能調動的 除非什麼 除非審計會計的那個單位 來把他們的人調走 所以我說這個可怕 可怕喔 可怕喔 這個政府是這個黑手 是生遍 生遍所有單位 不是只有外交單位 會計審計這個單位全部進去了 這是要記功耶 對 結果這是把他處犯耶 來 洪宜你講得對 我就是要講這個重點 其實洪九彥是被判有罪喔 對 是三審被判有罪喔 這個應該是外交部回來以後說 這個會計人要記大功喔 花獎金喔 他協議有功喔 今天不是 要跳到別的地方去 處犯喔 這讓我想到什麼 我們都講新生高 職災有弊案對不對 那時候政風處不是查無實據嗎 後來有查嗎 洪宜 查無實據的那個政風處處長 現在在做什麼 升官 嚴正署副署長 以後大家看到案子都不要查 查了以後會被人家處罰 不查怎樣 會升官耶 洪宜你想想看 外交部是這樣處理這個會計人員 應該有功記大功的 台北市馬英九 你是怎麼處理 那時候政風處有沒有去查 查不出來 最後這個人當什麼 連政署副署長 洪宜 這個就是馬政府下面 好連結耶 對啊 你只要不查 升官耶 清廉啊 媽 所以然後 習老師說得對 這件事跟政風處絕對有關 都有一個單位的政風處 那時候連政署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說了 百分之九十九的政風兩人 先抓到半就對了 他去檢舉 你外交部的政風處不知道嗎 怕你要調照 是不是政風處有建議 所以 你如果連政署你要查 就應該從這個案子開始查起 外交部的政風全部調來問 當時秦日正這個案子 怕政風人員知道不知道 這會計人員到底是向誰檢舉的 你連政署如果掛這個報索 你還不調查 就連政署大家知道是從事 是 好 等一下呢 今天我們要開放給大家call in 請大家如果有閒打知識 也告訴我們 發語詞用嗎怎麼講 好不好 來 我們等一下開放call in 先休息 進廣告 好